时时好心 时时好日 时时付出 时时欢喜 此季世界与您 欢喜有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早安 我是此称 很高兴与听众朋友们 在此空中相会 在节目一开始 我想跟听众朋友们 分享一则发人心思的新闻 它的标题是 生命指数 可以预知十年内生死 究竟是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吗 引发了50岁以上的生命指数 它是一设个包括性别 年龄和身体健康的项目来计分 用于来预测一个人 在未来十年内死亡的几率 例如呢 得最高分26分的人呢 在未来十年内的死亡几率是95% 几乎是死定了 而得分为0的人呢 在未来十年死亡的几率是3% 虽然这个指数 主要是提供给医生做参考的 但是却引起许多人的好奇 其实在正言上人的近似语中 便有一句话说 生命在呼吸间 人无法管住自己的生命 更无法挡住自己 让自己涌住人间 那既然生命的来去是这么的无常 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爱惜它 利用它 充实它 让这无常宝贵的生命 散发出它真善美的光辉 映照出生命真正的价值 离报税截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找谁报税好呢 你问对人了 我这几年都去找慈激基金会 他们从2007年开始 就和IRS合作 为符合资格的家庭 提供免费的电子报税服务 你看 只要2012年的收入 不高于五万一千元 而且符合其他条件者 就可以享有这项免费的报税服务哦 今年在Sheritos和El Monte 都有志工服务 不要再拖了 记得赶快先打电话预约哦 909-447-8612 2013年 次季全球始业家禁私生活营 在3月1号到4号 在台湾台北花莲两地举行 共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洲 中国大陆 台湾等七个国家 离去参加 能够坚引企业家投入 台湾企业家一身作者的示范 功不可没 这一次呢 中部台湾中部有很多的企业家 发心陪伴当对付 而且身体力行投入服务 正言上人赞叹这是慈悲等官的相待 而人世间呢 需要有力量的人一起来推动善心善行 也期待菩萨自行利他 不只是自己发心行菩萨 还要利他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听这段 正言上人在3月4号所做的 志工早会开始 我们要发出了培养慈悲等官 我们这个慈悲心啊 在佛华里面呢 不断在培养增长我们的慈悲 不只是对人类的 爱的平等慈悲观 哪怕呢 对大地物质 我们都要很重视啊 爱的慈悲观啊 一切的人 爱的能量 要好好的引导 我们要珍惜这一分缘 也许我们呢 在几千年前就有缘了 有缘呢 相会在一起 看看这一次呢 有七个国家呢 都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哦 他们呢 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接引啊 那要来了解慈悸 这假如没有缘的话呢 你想从全球七十多亿人口 偏偏呢 我们能相会在一起 不管他有多么遥远的国度里 他们呢 也可以 有这样因缘被接引来到台湾 这不都是呢 慈悲等官相伴吗 那人人呢 能自同道合啊 这个联心起来 这就是人间菩萨造神啊 我们要如何呢 引接呢 在社会人间有能力 有力量的人 那能让人人呢 造这样的十善福 那这种的十善 真正的要把它接引出来 启发出来 每一个人呢 这都很有成就的企业家 这样的缘啊 只要我们有心 人间菩萨造神啊 这样在社会 几步轻重的十善福 他的爱心一起花 对大地人群都是帮助很大呀 我们都很期待的 菩萨呢 自行立他 每一位都能启发他的爱心 花心立愿呢 要为人世间造福 不只是自己花心行菩萨造啊 总是呢 自行还要立他哦 这都是很有力量的菩萨来人间啊 这很令人感恩哦 这一次呢 中部的菩萨们啊 承担啊 很多的企业家 那他们直直起来 也来当对付 那一切的课程 他们都是安排得很周全哦 而且呢 身体力行而投入来做服务哦 真是感到啦 很感恩也很感动啊 他们来到这里 知道啦 哦 这是在台湾的某企业哦 这是台湾的某哦 等等 企业对企业互相的互动起来呢 这一群来自于七个国家的企业家 我都说应该要做十业家 不只是企划要脚踏实地 利益人群的哦 还要做公益哦 所以这一大群的十业家 互相激励啊 互相互动 他们看到啦 台湾的企业家 可以这样放下神断 可以这样付出 哦 就是人对人啊 都会呢 很自然的感动哦 还有呢 我们也看到啦 也有在大陆 在前州啦 厦门一带的 他们呢 也已经很陀入啦 慈祭人开始呢 都一直蓬勃起来 人人啊 对环保呢 都非常陀入 对大地要负起责任 所以啊 在光是全州就有五十个哦 这样的环保点啊 而且做的呢 很用心 很用心 那昨天来的职业家中呢 有一位呢 是刘家伟先生 他是在福建省跟厦门市的 禅己协会的副主席 他说啊 因为他本身呢 是小儿麻痹的人士 有人牵引他 鼓励他来台湾 他以为啦 只是一个呢 观光团啊 来旅行一下 没有想到啦 一来呢 就满满的感动啊 他所安排的路线啊 他都每一站都很感动 他在分享啊 他说 在内府里看到了 那么大的环保点 而且呢 这么多的老人家 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呢 他们已经投入环保啊 有一二十年的时间 他听了听了都很感动 尤其是呢 了解到环保的清净在沿头 看到了环保这样的这样的分类 他很激动啊 所以呢 开始在网路上呢 开始跟他们的残疾朋友 这个协会里啊 分享啊 他说已经啊 就接到了这个网路的回信哦 就开始在问说 如何参加 他要带团残疾人士 要让他呢 回来了解到台湾的环保 台湾的慈善工作 台湾的火花是如何 涂入人间 如何爱护地球 如何呢 这样的爱的能量拟迹 这都是呢 来自于大陆啊 好几个省也有辽宁省 沈阳 山东 还有北津天真 等等呢 还有几多的地方哦 昏昏花燕啊 这他们的花燕都很大燕哦 但愿呢 真正把佛法正性推动到了大陆 就如这一位前几世啊 全身细胞都是慈祭 他红人说慈祭啊 碰到事也说慈祭啊 所以呢 一直呢 整个细胞里呢 都是慈祭的理念很澎湃 我真的很感动 每一回他谈起了慈祭啊 每一回他谈起了慈祭 说起了师父 他都这样泪连连啊 那样的情 这不知道呢 我们是好几生好几世 齐来的这一分圆啊 对人的这一分的情 那碰到这样的事 他都是呢 无不得很感动啊 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要相信因言果报官 那因言一来时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住 不要让他落实过 所以都是呢 人世间因言啊 很不可思议哦 也有发心力愿 郑州啊 一位女士 他也是一位女强人啊 事业也做得非常好啊 他已经发心力愿 要回去呢 当第一颗种子 还有马来西亚 还有呢 新加坡 还有美国 熊猫啊 千多家的 这种连锁店啊 他的太太来了 所以他就是很期待先生更投入 而且他自己已经更了解实际了 但是呢 老板如何去用智慧引导他们的员工 滴水成河 利米成楼 就如这一大群的企业家 实业家 能发心的话呢 真的对大地啊 对地球呢 真的是奉献很大哦 拯救人类总是需要呢 有力量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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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拎不出关怀 或陷出大爱 这是个舞台 有你 才精彩 快快快 达出你心中的爱 愛 爱 爱 把我们叶起来 来 来 回个眼圈说声 嗨 嗨 嗨 回啥热情 最痛快 爱恩正言上人开示 2013年的全球实业家 近思生活营呢 今年还剩两期开放报名 分别是4月26号到29号 以及11月1号到4号 那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全球实业家近思生活营 究竟可以为参加者 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特地邀请多次陪伴学员 回台参加的美国总会行政秘书 朱卡林师姐 来做更详细的介绍说明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听这段访问 我刚刚从台湾回来 参加了3月份第58届的 全球实业家生活营 这个营对事实上 已经举办了非常多年 只是在我们美国呢 从去年开始才积极的参与 希望邀约美国的实业家 一起来回台湾 有个不同的经历 希望对于他的人生 他的公司 甚至员工 还有社会有个正向的影响 那一年呢 在台湾事实上是举办三次 在三月初 四月底 还有十一月初 一年有三期 我们参加邀约的对象呢 除了是已经是实际的荣誉董事 还有社会上的实业家 以及一些在政府机关 或者说是在高级 在公司里面的高级主管 这些实业家呢 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上 非常忙碌的主管 所以说让他们放下了 三四天的时间 等于说是完全的净空 来认识慈悸 他们大部分的人 原来都是对慈悸 有印象 可是并不是深入的了解 我过去参加了三次以后 发现每一位实业家回来 都觉得在他的人生的观念 生活 还有很多的 以后做人处事的态度 甚至于对于公司的运作 他都有一个新的思维 然后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年的实业家 邀约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 主要都是这些回台湾 参加过的实业家 帮我们跟他的亲友 还有朋友们说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回去 在这儿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去年三月回去的一对姐妹实业家 他们回来了以后 就觉得说慈悸的这种方式 做志工回馈社会 还有就是素食 对他们的公司 绝对会有正向的影响 所以说他就特别的 邀约了一天 带着他五个高级主管 来我们慈悸总会参访了一天 然后让他们对慈悸 有一个认识 希望借此机会呢 然后邀约 由他们来邀约同仁 以后呢 一个 志工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呢 去年11月的时候 我们这有一个熊猫集团的主管 总裁 也是回去了以后 觉得慈悸着这种为社会付出 无所求的这个精神 事实上是很值得学习的 然后也学习一份感恩尊重的心 所以回去了以后呢 这一次也邀约了他们公司 91位主管 回台湾参加三月份的实业家营队 那这次营队我也回去 所以我就发现 这些主管呢 从他们的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 从我们的环保 还有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老师等等 他们都有很多的思维 我在听他们在互动的时候 讲说 什么东西 也许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公司里面 我们可以改善什么 所以说我是觉得 对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经验 在下一次的实业家呢 就是4月25号到29号 在我们的营队里面 还有一个让他们反应非常正向 而且觉得说 他们可以落实在公司的 他们发现在台湾的那个大的公司 他们把慈悸的这种精神里面 还有对于员工的关怀 是那个怎么样的落实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然后造成了他们的公司的员工的感情 更亲密 公司里面的气氛更和谐 然后多了一份人文的关怀 还有那种大家团队的凝聚啊 可是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那这一点呢 就让他们觉得说 参加实业家生活营 不只是听到一些观念 也确实看到很多的实物啊 落实在公司 对于这个公司 事实上是有一个正向的影响 所以说 他们也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然后也愿意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 当大家有一个共识以后 把这样的理念推下去 是非常的容易 对公司也是一个 非常正向的一个帮助 刚刚为您播的四季好歌是 欢喜在一起 希望每一位参加四季活动的人 都能够感受到温暖 把玩笑打开 让忧愁释怀 不要再犹豫 你付出关怀 我显出大爱 人生的舞台 有你真精彩 接下来是今天的节目主题 上人说故事 我今天要攻读的故事是 起司妙达 也无业父亲 家财晚贯 他很担心 往生之后 三个儿子没有办法 妥善地运用这些钱财 于是呢 他想到一个办法 把三个儿子都叫过来 告诉他们说 我想把家产交给你们之中 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要做一个试验 我给你们每个人 一笔相当数目的钱 看你们是如何运用这些钱 让仓库装满东西 三个儿子呢 就带着父亲 给他们的钱离开家门 各自去寻找 能够装满仓库的东西 大儿子呢 就要走 就看到路边有一棵大树 他想这棵大树 如果砍下来搬到仓库 一定能够把仓库装满 于是就用那笔钱买下大树 故随工人搬回家 二儿子呢 看到稻田旁边 堆积了许多大草 那么多的大草 一定能够把仓库装满 于是他就用那笔钱 把大草全部买下来 小儿子则用心思考 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 来达成目的呢 结果呢 他只买了一根蜡烛 当他在仓库里点燃蜡烛的时候 这个烛光将整个仓库都照亮了 父亲非常高兴 决定把家产传给了小儿子 一位餐厅的老板 想从三位复礼中 选出一位担任总经理 他请三个人回答是 先有鸡蛋 还是先有母鸡 第一位说是先有鸡 第二位说是先有鸡蛋 第三位则说 那看客人是点鸡或鸡蛋 点鸡呢 就是先有鸡 点鸡蛋呢 就是先有鸡蛋 结果当然是创意十足的第三人 获胜为总经理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众生皆有佛性 人人原本具足无限的智慧 但是却被种种的习气遮蔽了 尤其是有种心态呢 最容易障碍智慧的发挥 那就是认为自己所想的都是对的 人如果不能够用开阔的心胸来带人处事 所思所行就会局限在狭窄的范围里 无法巧妙的灵活运用 灵机应变 而如何能够开阔心胸 启发智慧呢 不离用心两个字 这两个字听起来没什么 其实是道理很深 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够进步的关键 其实我们人人的心中都有一扇窗 而大开心胸呢 就可以迎接到阳光 让我们心中的阳光永远灿难 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用热观的心情来面对每一天 每一件事 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 这首大爱剧场的主题曲 心中的阳光 年轻人的乐观 电一盏灼灼光去把梦想照亮 高声苍苍烟远徒极端心酸 有星光有雷光被戏聚散 催恋出一份开朗 人生苦短路程漫长 何妨多吃一点汤 那汤的名字就叫乐观 把地冬天寒变成盛夏灿烂 哦阳光 带着心中的阳光 静下来笑年青草的芳芳 学会放下拼一缕清香 哦阳光 带着心中的阳光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有几则活动报道 在Soulson Ork 青象市的自己联络处 邀约中医师陈振湘师姐 将于明天 也就是3月17号星期日 下午2点4点 举办一场守护健康的讲座 讲座的名称是 正是针灸与保健学为DIY 欢迎对中医有兴趣的师兄 师姐们 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前往听讲座 慈济学校的优质教育 相来深受家长以及社区的肯定与信赖 临近Arcadia Pasadena及天博士的慈济大爱小学 2013年的暑期班 与秋季班呢 开始招生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正言上人的靖思义 有一句话说 生病不一定痛苦 心烦才是痛苦 这一期的慈济人千路 看出的文章是 我永远比前一鸟更幸福 一个得了严重肝性失症的患者 洞杂脾开陋裂 容易溃烂 无法碰水 为何会说出此话呢 请大家不要错过这篇精彩的心路分享 今天我们此节世界广播节目播送到此 如果您对今天报道的内容有任何问题 请播我们的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 或者透过电子邮箱或Facebook 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六 统一时间 空中再会 世界充满着爱 和关怀 中文字幕製作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最后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